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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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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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畫的那個嘴巴有沒有 這很像一個充電孔 然後我覺得屁股就普普通通了 後車廂有腳踢尾門 但是機構鳥鳥的 它那個聲音聽起來像鳥鳥的 後車廂蠻大的 後面還有一個12V的一個點煙器 這個拉開底下 補胎劑跟它的氣息 OK 腳踢你看它關起來的品質也很差 我們那時候MGM差其實它也不怎麼樣 一樣砸下去 如果有一個障礙物在那邊 它會怎樣 可以停吧 它那個砸下去的力道 停之前已經砸很痛了 買一顆西瓜放在這邊要不要 我真的蠻想試的 把西瓜放在這邊讓它這樣砸會怎樣 有一種覺得 我上次覺得KUGA關起來的時候 力量很大力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實測 來丟過來 大西瓜 我們來測試看看當作阿呆的人頭 等一下如果它有夾爆的話 我們就現場把它吃掉 沒有過這個實驗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一顆頭在這邊會怎樣 會不會夾爆 見證奇蹟的時刻 夾爆 它被踢進去了啦 它有髒痕了嗎 有啊 就這 刮髒而已啦 這還不用縫 這還好 換我們看好不好 啊 發大西瓜咧 一瓶 一瓶 你進去把西瓜頂著 有髒痕嗎 還好啊 沒怎樣啊 所以其實還蠻安全的啦 好不好 這台車回來都沒有整理喔 這台車我直接會放在那個 車工網站上面賣 服務是需要費用的 好 所以放在上面呢 我利潤就可以抓低一點 有心理的朋友可以去車工網站看 然後秀一下好不好 好 這個 我要看什麼呢 哇 我要看它的那個狗啊 對對對 它之前這邊是打一點一點的 這好像我自己焊的喔 我以前那個工藝課要燒電焊有沒有 然後要燒那種波浪 鱗片 魚鱗 打分數 分數夠才可以合格 這真的打得很醜 這比他媽的高工學生打得還醜 這是機械手臂的嗎 怎麼會打那麼醜啊 真的很醜耶 你看這邊也是啊 你看這跟彼此一樣你看 現在車好像都這樣 我不是在針對它啊 我記得我們身體看賓士也是很醜 賓士BNW 對現在坐車可能 錄來錄清菜 你看這個勾子 你看這個抹的 你去看啦 這個我跟你講你一般齁 你去二手上看 你看到這個你真的以為是四股車 水 這個車水要檢查 有的時候聽說會少水 我記得我之前很久以前 我就覺得福特這個新世代的 三缸引擎四缸引擎 我都覺得怪怪的 Fiesta啦 Focus啦 我都一直覺得水有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水的問題就弄不好 這裡有一些案例 在車油裡面有水幫不漏水 不多啦 反正要及早發現 所以這個原廠後來就有說嘛 請車主要養成檢查水的習慣 他這樣講也沒什麼不對啦 你不管你開什麼廠牌的車子 你要養成檢查水的習慣 那個水有沒有少啊 出發前就是拉開看一下而已 有很多的客人 從買車到開來給我們沽 沒有開過引擎室 你知道嗎 很多欸不少欸 沒有開過引擎室 沒有開過引擎室的蓋子 沒有自己開過 就是都去給人家保養而已 他沒有自己在開那個蓋子 有的連蓋子怎麼開都不知道 車主喔 你說水不用加 他也是保養的時候 也是都叫保護廠 幫他學 就是一直到賣車 他說原來我的蓋子是這樣開 我讀到有夠多啊 側邊有個STLINE的名牌 STLINE好像用到有點太煩爛 每台都在STLINE 我記得我當初第一次看到他這張椅子的時候 有一個很強的既視感 就是很像賓士的那種感覺 中間雞皮 外面是這個皮革的 但是差別就在他有做頭枕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是開賓士的時候吧 反正那時候覺得賓士的那張 車紅線的那個賽車椅 還有紅色安全帶很帥 AMG那時候 那個也比較AMG AMG LINE 現在都LINE STLINE AMG LINE 還有什麼LINE S LINE R LINE R LINE 還有什麼 好玩耶 那個就跟我常常在講 你要自己要做一台電動車OK 你不要用MODEL C MODEL B 現在為您展示的是 MODEL B 名八八獎 我跟你講我認真講 雖然我們常常講阿六仔怎麼樣 阿六仔怎麼樣 我認真講一件事情 他們車子取名字啊 我覺得超級有Feel的你知道嗎 我記得有那個很屌的名字啊 有一個字的 幹啊 我這 不行你一定要讓我查一下 讓我查一下 他那個名字很屌啦 大陸什麼叫琴 琴死王的琴 對還有糖 你不覺得很屌嗎 琴是什麼車款 我哪有在你自己去查 反正他把他從皇帝時代有沒有 皇帝堂餘下商周 阿快來咧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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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綠茶的多多啊 對有叫多多有叫美美 就小美冰淇淋的美 還有什麼歐拉好貓 歐拉好貓是一台 他的廠牌叫歐拉 他的車款叫好貓 還有叫大狗的 有叫大狗的 你知道電動的野馬他們叫什麼嗎 福特電馬 電動的野馬叫電馬 很多啦很多名字 我真的覺得蠻屌的耶 看不完他們車廠牌啊 名稱真的太多了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這樣取名就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為什麼會講到這邊 ST-LINE 對LINE太多了 這樣框架也很小耶 好啊所以呢 它的門檻就有ST-LINE 很小的一塊鐵牌 然後呢有B&O的音響 中控的這個按鍵呢 就有一點廉價了 它只有在這邊有一個鋼琴烤漆 然後這邊有一個Carbon花紋的 好啦椅子還不錯啦 電動椅 八項電動椅 平靶方向盤一樣車紅線 然後它是旋轉的一個排檔 還有中間一個小螢幕 螢幕現在看起來很小 那它是全彩的液晶儀表板 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哦 坐姿很挺 這不能調嗎 它坐姿好挺 哦可以 倒下去了 稍微可以調 哦這樣好一點 哦剛剛太挺了 然後空間一個半拳頭 前面是我駕駛的距離 黑色的天篷 中規中規這台車子 椅子可以前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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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其實像這種電子的儀表板啊 唯一的就是我自己看起來感覺 比起其實指針式 我覺得它反應稍慢 就是你當你踩下去 你看這個轉速上來 其實會有一個延遲 指針是比較 機械式是比較即時的 好小的很多溫系統 好它這個風扇的調整蠻小的 它這個塑膠就有廉價感 認真講 這好有廉價的塑膠 你看 真的是很廉價的塑膠 整個下中控 包含方向盤 這邊以下 這個塑膠都是很便宜的塑膠 看起來就很便宜的塑膠 好非常標準的一台車 中間兩個自杯架 四個門 門邊也都有自杯架 不過四個門邊的自杯架是小的 它跟TOYOTA 還有HONDA設計的比較不一樣 TOYOTA HONDA門邊設計的 會是比較粗的大的 那這個是小的 好出發 試車 GO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銀車用3C音響主機 欸幹 這都什麼時機了 還在試 這已經產品限末端了 才在推車 在推什麼啦 我們不一定是推 我們有可能是反推對不對 反推喔 我們沒有反推過嗎 我是覺得沒有 我覺得我每台都正推啦 只是他們有些人會解讀成反推 哈哈哈哈 BZFORCE我也覺得我是很正推啊 為什麼他們都聽成反推勒 好 KUGA ST9 現在大家我跟你講啦 銀妹瘋狂的 大家是在推那個 Focus的 KUGA好像聲音就比較小聲了對不對 聽說 我有透過關係去問了還沒回我 聽說現在好像 KUGA的折扣有比以前還多 有些人就在猜測說 是不是因為那個 MG太狠 照妖鏡太狠 我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記得我們在看MG的時候 真的覺得跟KUGA有87他相的耶 而且他們的那個配備啊 什麼真的都很相近 差別就是在輿油店 好啦這個車喔 250匹馬力 四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38.7公斤米牛力 這個世代的福特 無論是KUGA Focus 變速箱跟引擎 已經算是沒什麼好挑剔 如果唯一呢 要比較挑剔的就是水的問題 我真的覺得福特的車子啊 怎麼樣都逃不開水的問題 從以前到現在 永遠就是水的問題 散熱的問題 很奇怪 那個 我們一台上次測的時間 它是這樣 一直漏水 這個有沒有 福特都是引擎周邊 什麼水塞啦有沒有 這個KUGA呢 也有一些車友反應 水箱會少水 水棒譜會漏水的 也有遇過案例 之前有個案例 我在網路上看 它的KUGA每次回去保養 它都跟那個原廠說 它覺得水少了一點 那個背水桶 別想說那正常的蒸發 怎樣怎樣 然後每次它就一直加 然後每次都一直掃 後來它換了一間保養廠 然後這個也是原廠 然後一間經銷商 才跟它講說 檢查說 你這邊有水棒譜 旁邊這邊有水的痕跡 你這邊有漏水 那車主就覺得 那我之前一直 跟你們原廠反應 別別肩啦 一直跟它反應 它就跟我說正常的 要定期檢查水量就好了 結果到這邊 人家真的是有漏水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這種機銷商 還是要本職學能 技職訓練 還是要有 在技術以外 要更細心 真的因為水這種事情 可大可小 你西安塔那個漏水的事情 真的也是可大可小 你要說沒什麼 還真沒什麼 你要說嚴重 還蠻嚴重的 然後我自己遇到的問題 避震器 這麼新的車 都一兩年開個兩三萬公里 避震器漏油 不過還好 我回原廠它是馬上就幫我們換掉了 在航就有去換 換兩支避震器 然後還有那個 馬庫尼亞 我也遇過兩三台了 馬庫尼亞會有異音 那這個也是在原廠 可以得到解決 好 保固期內 那我覺得這種保固期內的車 我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你一定要養成定期回原廠去保養的一個習慣 因為我真的遇到很多廠牌 我不是說福特 其他廠牌也是 你如果保養時間沒有固定 有沒有 或是中間有離太遠 當你出現需要它出保的時候 它就會尿你這個 它跟王爺一樣 去了 它就是一直要找地方發雕 你要去跟它出保固 它就一直在尿尿看看你哪裡有異狀 抓到了 抓到了 有一點那種感覺 你有一支保養晚來 抓到了 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其實也不太好 如果說 一般你買新車 觀眾朋友 你買新車 你就養成習慣 我跟你講買新車不就這樣 保固期內 你也是給人家賺保養錢 不然怎麼辦 現在保養已經很不錯了 可以自備油 有它可以三單 對不對 你還是得回去 搞不好三單也會被尿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現在不是因為規範的問題 你回去保養可以自備油 可是有沒有一天 萬一你的引擎 比如說磨損了 要回去除保固 它掉出來 喔喔喔喔喔喔 你都自備油 你都自備油 會不會這樣 雖然他們也是欣然接受 因為那個消保法有規定 你就是 你不能拒絕個人 自備符合規範的油 他們就不得不這樣 要不然他們也想賺幾油錢 我自己 有時候會在想這件事情 當然我是還沒有遇到 但我覺得不無可能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所以如果是我的習慣 我買新車 我可能回去原廠保養 我油也就用它的 省得媽到時候跟我站在那邊 七七八八的 然後呢 比較常車友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比如說這個 那叫什麼AWD的模組 都會跳故障 原廠也有更換模組的這個 服務或是更新軟體 我覺得要遇到很多軟體的問題 有些什麼燈光啊 燈光會出現問題啊 然後有一些什麼 這個沒有辦法斷電啊 什麼反正就是很多軟體的問題 我去研究的結果啦 有蠻多這種軟體的問題 現在車電腦化我覺得 軟體的問題都會用 像上次的MG 電腦燈就亮一下 但是我真的認真講啦 以我看福特這幾十年來 真的產品力真的是蠻強的 有讓它爬起來的感覺 人家也有認真做東西啦 過得去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風向是這樣 反正不管這個車怎樣 你出來就嫌貴就對了 任何產品就是這樣 我媽沒有聽過一台新車發表嫌便宜 我跟你講就算MG大家都說很便宜出來 喔還要過90萬喔 R6車還過90萬 那也是很會這樣炮啊 所以我覺得嫌貴是一個普世價值 反正你要學會帶風向就是 不管什麼東西上市就是嫌貴 就是一律嫌貴好不好 這個就是只有我們做得到的嘛 我們這種不專業的二手車商媒體人 我們才可以這樣做 其他的沒辦法 其他他真的認真在做車 在平車的他沒辦法嫌貴啊 他只能講牛肉啊 只能講誠意啊 還有什麼 我完全沒看他們的 其實我也沒看 好啦分享完一些七七八八的小問題 我覺得水路的問題就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現在真的來測試一下 其實這個高速風路所有的 不管是底盤 噪音的抑制 底盤的噪音的抑制 風切聲都做得很不錯 隔音我覺得有相當的水準 而且其實它的乘坐的品質是很不錯的 就是它不會給你過分的軟 然後它的彈跳又是那種 你可以接受的狀況 不過我講一個實在話好不好 我擁有過MG跟KUGA有沒有 我自己開的感覺 我還是覺得KUGA的底盤比較好 真的啊我自己是覺得啦 因為你要認真問我差異性來 我覺得是那個在動態下面的那個細緻性 就是它不是一昧的硬或軟而已 其實底盤沒有那麼單純 底盤它要應付很多的動態 包含你高速低速或者是這個上下的起伏 甚至不平均上下又加左右的起伏 或是在彎中 忽然彎的中間有一個坑洞 或是你過彎的當中有一個凸起 它有各式各樣的動態要去應付 其實我真的認真的覺得說 其實很多的一般 你可能你沒有開過太多車的消費者 你開過的車其實樣本數沒有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難去體會說 那麼多專業的車評口中所謂的底盤好是怎樣 其實所謂的底盤好就是它應對各式的路況 我剛剛講的不只是上下的可能還左右 還左右帶上下的 就是各式各樣的路況 都可以去反映出這個車子底盤的多樣性 所謂的底盤好的話應該是插在這裡 所以它也沒有很單純的是硬或軟 這個是很多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也會有的迷思 我會覺得說是不是過彎 可以把速度放得很快就叫底盤好 其實不見得 我後來發現這台車其實滿好油的 它官方公佈數據是 市區是接近9公里吧 然後這個高速公佈15點多吧 平均起來在12 打個折 我認為應該會在10左右 然後呢我剛剛打完折對不對 我低頭一看 它這邊有一個燃油經濟性 平均10.8km 跟我抓的差不多 就打折過後了 對啊 所以我自己平均起來 我會覺得 對啊打個折 欸10公里差不多 真的結果我低頭一看 還真的這邊顯示10.8km 所以它的高速跟這個市區 平均起來大概10公里左右 這個在現代來講算好油 我上次遇到的客人已經打掉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叫它處理好就跟我講 不知道為什麼我上架 庫嘎嗎 對啊 有了吧 會不會被簽保密 我跟它講處理好就跟我講 因為它問我怎麼辦 欸阿呆你不能捐血 你有捐過血嗎 沒有欸 你不能捐血 為什麼 因為捐血啊 護士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固定性辦理 沒有性 我沒有固定性辦理 你不能捐血 幹的笨捐血啊 沒有固定性辦理怎麼捐血 我那天說的時候也是要捐血 然後護士問我說你捐血 所以我說4點 他說你不能捐 對阿呆也不能 對啊 含量量不夠 我不知道我沒捐過 我已經鼓起很大的勇氣 想說要捐一下血 沒想到它竟然拒絕我 就沒有捐過了 沒有喔 真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血還要不太夠了 哭下去爬起來 頭分也不 好啦 這個山路上面 這個車相對真的以休旅車來講 底盤支撐性是真的 真的不錯啊 為什麼差那麼多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邊邊你做車價錢由高至低 那車商它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技術在裡面 而且它要賣多少錢 它成本也要計算在內 那我剛剛講說 我覺得這個車少了一點點的重量感 也就是說我覺得它的油門啊 因為它是2.0的嘛 250P馬力在這台車上面 其實真的很夠用 我油門一路開 其實我都踩一點點而已 就很足夠整個使用了 那車子開起來是有一點 有好有壞 一種講法是說你開起來 雖然你的體積其實不小 但其實你開起來是滿輕盈的 你有那種很輕盈的感覺 換一個方向來講 就是覺得太過空洞 沒有那麼紮實的感覺 我剛剛講MG啦 好啦 我現在再拿出來比好不好 不好意思 雖然不是完全算同級距的 但是呢 我剛剛講了 這個紮實感 我覺得MG就多了一點點 很神奇吧 我說它的底盤比較好 但是呢 你如果要比起那個過坑洞的那種 路面處理的那種 紮實感 我覺得MG是比較好的 那你認真試在一些 比如說轉彎的路面啊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開快的時候 那高速公路變換車道 我覺得KUGA 感受起來 我是覺得KUGA的底盤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說 所謂開起來比較輕盈 其實有好有壞 那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有人喜歡車子開起來有重量感 有人喜歡車子開起來空空的 我是屬於喜歡開起來有一點重量感 而且這個也不代表說安全性 這就是單純說我們開起來的感覺而已 好啦 反正這個車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車的價格好不好 我們在2021年的KUGA SEA Line 現在車上在說應該才80到85萬 至少我是這樣說 會不會我因為80到85所以我買到很多 買太高了 不是我都覺得很奇怪 就有些人都喜歡留言說 小私估計 車估計很低什麼 不是 如果照你這樣說起來 我應該買不到車 我一直很納悶 他們講這一句話的那個 前提就是錯的你知道嗎 那邏輯整個是錯的 你不覺得嗎 我們現在車是滿到放不下 那如果照你說的 說我去小私那邊估 我會去別的地方估更高 如果照你講的 我估的比人家低 我這些車哪裡來的 沒道理 沒道理啊 你說每個都粉絲 粉絲哪裡粉絲 差五千他就不賣你了 對不對 我們這個應該很明顯了吧 我們拍那麼多集去收車什麼 粉絲是以為是 我們也不能因為粉絲 我們就要求人家賣我們便宜 對不對 我們也不能強奸人家 人家的東西 對不對 為什麼人家要便宜賣我們 我就覺得沒有道理 我自己會反省 有時候我們會想 為什麼客人會說我們估的低 我就反應不對啊 我幹嘛反省 我有時候我還覺得 我是不是估太高了 然後車滿到胖不下 是不是買太貴了 庫甲我四五台 對啊 我是不是買太貴了 不然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啦 估車沒有什麼高低價啦 真的啦 大間的不一定估的高 小間的不一定估的低 我說實在話 有時候看一個氣氛而已 今天老闆想買就買高一點 老闆心情不好 媽的跟老婆在北都後會去做 對不對 我就說他不想買 我就說抱緊一點 有可能吧 自由度多高 對不對 完全沒有制度 21年的啦 市面上我們在報價 我不管別人 好了 我們不要講別人 不等於市場行情 我們的報價是80到85萬 正常的里程 正常的顏色 下去評估這樣 然後賣出來呢 你現在在市面上要買這台車 應該在90萬左右 90萬出頭居多 90萬以內 要買到ST-Line車況好的 有一點困難 因為你想想我買都80到85了 我要賣89萬 有一點困難 2021年的 保庫其中 我會覺得應該會在90 可能要超過一點點 是一個市面上目前比較看得到的價錢 我沒有去查證 我有聽到同行在說 KUGA好像最近有一些注銷活動 我幫他打一下廣告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問一下有多少折價 我是不知道 聽說有比之前很多 那可能因為這樣 我們KUGA的這個價格 也因為這樣稍微有往下修一點點 不然之前收更高 可能在這一個月已經有調降了 我們拍攝是5月 商品不知道什麼時候 5月本來就是二手車會調降的時候 為什麼 腳稅 腳一大堆稅 沒錢又開啊 不然車也沒什麼在開 不然賣掉 還是來換一台更小台的 所以5月通常習慣性的二手車會有一個調降 通常二手車的調降兩個時間點 5月嘛 繳稅期 還有一個就鬼月過 就這兩次而已 因為農曆7月暑假過了之後有沒有 開始就準備迎來光輝的10月了 9月10月 開始就是一波會一直往上 一直到過年前後了 然後過年後了 就是等5月再掉一次價 大概是這樣 這個跟大家分享 這我20多年的經驗 當然因為這兩年比較特殊啦 有疫情啊 有戰爭啊 亂七八糟有的不的啊 所以也不一定會朝這個模式 那至少我在這行業20年來的模式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沒有意外 這兩年是真的比較怪一點 好啦 那今天這個KUGA ST-LINE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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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拜拜 - 坐車你會想要做什麼牌子 就中文的喔 朝代已經被用走了 你會用什麼 中文的 對啊 沒有不要說一定中文 好啦 不要侷限中文 你會用什麼方式來做你車子的名稱跟代號 我是一定不會用Model B啦 我就是很有趣啊 就是你要取你一系列的產品的名稱啊 你不覺得很棒嗎 為什麼不用數字就好 就跟馬自達一樣 就是阿呆3、阿呆5這樣 差不多啊 那也有點像BMW啊 數字 喔你是數字派的對不對 簡單啊 那你會用幾個數字 對數字也有分啊 3是一個字嘛 嗯 你可以用33 對不對 87 阿呆87 好比如說阿呆78 阿呆69 用數字 也有點了無心意耶 我跟你講它有一種嘛 你看像有一些歐洲車它會用什麼 歐洲神話的那個 神明的那個名字 有沒有 神獸之類的 對不對 神獸嘛 汪汪嘛 對不對 小圍巾嘛 哈哈哈 啊喔 你可以啊 二郎神 蛤 挪詐 好像有挪詐喔 有挪詐喔 好像有挪詐喔 你可以出一個嘛 對不對 唐僧 哈哈 唐僧不是神 不好意思 關公 趙雲 喔喔 有三國人物的用不完啊 我覺得三國應該有 對啊 對不對 誰想 誰想買阿豆 你跟我講 哈哈哈 他也想買到 他也想買到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